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癌痘术后常有淋巴回流受阻病况 高雄斩羹进行超限微淋巴管 静脉温和术改善肿胀 吸引德国、瑞士及中国病患来台手术 高雄斩羹整形外科医师杨佳森完成132例引流手术 今天、10日 与病患受访 病患有小腿曾因淋巴回流受阻 肿胀如向腿 手术已比头发还纤细 低于0.1毫米奉献 将淋巴管引流回静脉 术后隔天下床 伤口仅3至4公分 五天出院不感疼痛 杨佳森表示 不少入癌及腹癌并有切除大饭为恶性肿瘤 因阔清淋巴结加上放射线治疗 造成腋下或骨盆腔淋巴回流手足形成水肿 随时间恶化成肢体蜂窝性组织炎 行动苦不堪言 穿戴弹性袜或修套也没效果 毫无生活品质可言 超显微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Lymphatico Venus Anostmosis 西自东京大学附设医院光寻究 Cosumer 教授 原理为分离患之淋巴管 与临近微笑静脉做吻合 使滞留淋巴液经由淋巴管引流至静脉系统 如同建立淋巴液回流替代道路 肿胀及小时即可消除 高雄长羹完成 132 利手术 包括三名马来西亚 二名瑞士 二名德国 二名中国及一名香港病患 术后已恢复健康 杨加森曾受邀至瑞士苏黎世大学 德国海德堡大学附设医院及英国伦敦皇家 Marston医院演讲病示范 也在世界淋巴水中手术研讨会 WSLS 及世界淋巴学大会 ISLS 发表治疗成果